东湖村被靠青山,依水而泄,村口有大湖拦路,约东湖,是以与世隔绝,少有人涉足,村民世代捕鱼为生,日子虽然清苦,但没有磕捐杂税,正负摇曳,倒也逍遥快活。 只是近来村口的东湖中出现了一条怪鱼,身子如同大船,长达数十丈,面目猙獰,见人就杀,一些不知情的村民去这湖中捕鱼。 这怪鱼弄沉小船,把这人一口吞下,嚼得连渣都不剩下,湖中有怪鱼出没,无疑是断了几百人的营生,为了除掉这怪鱼,村长组织了村里的青壮年二三十人,将小船用铁链绑在一起,然后去这湖上准备除掉这怪鱼。 没多久,这怪鱼便出现了,使尽浑身力气撞击这渔船,却没有丝毫的反应,在它撞船之际,众人盲用这鱼叉猛刺怪鱼。 这怪鱼显然是被惹得发怒了,忽然间跳上船来,巨尾一甩,顿时将众人赶下水去,二三十人有的被咬死,有的被溺死,无疑生还。 见此情形,村里人顿时没辙了,过了几日,湖上,行来了一夜偏周,村民望见了,远远地便叫那人快走。 但隔得太远,那人只看到村民挥手,并不知道他们在说着什么。 未了,怪鱼又出现了,奋力撞船。 那人面了微笑,稳如山岳,怪鱼竟然,动摇不得半分。 那人蹲下山去,抚摸着怪鱼脑袋,似于怪鱼在交谈。 过不多时,小船靠岸,那人进了村子来,却是个满头白发的老道。 东湖村人为之一齐,纷纷上来叩拜,皆以为是神仙下凡了。 村长问道,道长何以毫发无损,可是有什么神通在身? 道长笑而不语,盯着身边的人看了一遍,这才缓缓地说道。 前几日,我看此处怨气冲天,便知道此处有冤案发生。 特来查看一番,村长为之一惊,笑道。 道长莫要胡说,咱们村里人与打鱼为生,未曾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,怎么可能有冤案发生? 道长不以为然道。 方才在这湖上时,我与那怪鱼交流,他已将事情真相告知于我。 还是请那位做出了伤人性命个性的壮士,站出来吧。 莫怪这怪鱼怨气不除,村里将永远不得安宁。 众人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都不明白这道事所言。 片刻之后,一个年轻人走了出来。 是我干的。 村长一愣,小六子年纪轻轻的,能干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。 道长笑道。 知错能改,善莫大焰,快将你所作之事讲出来吧。 小六子建议无路可退,索性将事情真相说了出来。 原来,数日之前,村里曾来了一位乞丐,四处乞讨村民见他可怜,便都亲力帮助他,惹得乞丐感动流泪。 一日小六子正在家中午睡,忽然听到屋后又声响,便自梦中惊醒,推开门一看。 那不久前来的乞丐,正趴在自家的窗户上,小六子见了,顿时大怒。 好啊,你个臭乞丐,我看你可怜,给你饭吃,你却恩将仇报来我家偷东西。 想到这里,小六子怒不可遏,随手拿回一柄鱼叉,向那乞丐刺去,乞丐一时躲避不及,便被这鱼叉穿胸而过。 血水狂涌,他抬起手指向着屋内一脚,随后白眼一翻,闭起而亡,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。 村里一个叫陈大年的混混,正捧着一把钱,傻傻地看着他,小六子恍然大悟,当时又怒又急。 原来是乞丐看到陈大年来家里偷钱,想办法阻止,却未曾想被自己误会,伤了他的性命。 看陈大年还在屋内,一脸错愕地看着他,小六子怒气汹汹,拔出鱼叉又向他自去,陈大年尖叫一声,将钱砸在了地上,从这钱院逃走了。 看这乞丐已经死去,小六子心里害怕极了,若是村长知道小六子杀了人,一定会将他处死。 陈大年偷了我家的东西,案例会被进猪笼,想来也不敢说出去,此刻大祸已经入城,我何不将这乞丐毁尸灭迹,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,别人问起他的行踪,只说他离开便是了。 一丝即死,小六子找了个麻袋,将这乞丐的尸体装了进去,到了晚上便将这麻袋丢掉了湖中,为了防止被人打捞起来,还往这麻袋里夹了几块大石头。 诸事已毙,小六子才放心回家,哪知那日之后,湖中便出现了一条怪鱼,吃人为生,可任小六子想破脑袋,也想不出来那怪鱼,竟是这乞丐的怨气所化。 听到事情真相,村民一片哗然,村长气得当场就给了小六子几脚,然后叫人把这陈大年抓来。 道长,事已至此,我们该如何才能化解怪鱼怨气? 还望道长出手相救啊,道长抚须一笑,血债血长,既是小六子, 与陈大年害了他的性命,这笔孽障,自该让两人偿还便是。 村长叹了口气,命人将小六子与陈大年关进这猪笼,投入湖中, 末了怪鱼出现,张大了巨口便将两人吞了下去,那日以后,这怪鱼再无出现,东湖村也恢复了往日的宁明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